李宗盛雄議員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怕今天可能大家會意猶未盡 明天在台大也有一場 那也是陳雲老師跟林卓水先生 兩個人的對白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是說 這次陳雲老師來的時候 他就是碰到一些台獨的基本教育派 如果我們這樣講 或者說很主張對台獨有一些理論的 是一些對比台獨的理論奠基的 很重要的一些人 在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請到了 第一場就請到了吳瑞仁老師 來為我們坐雨海 然後以及讓大家能夠去了解說 大家從旁邊來看 陳雲老師的脈絡是什麼 那所以我們給了一個掌聲 歡迎吳瑞仁老師 所以大家很期待啦 會查出什麼樣的火花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 等一下就先從陳雲老師 希望他跟我們講說 香港的本土意識 近這幾年是怎麼樣發生 怎麼形成的 以及他如何在2011年 寫下了香港城邦論 由城邦論的概念 那大家知道城邦是在 西亞文裡面是Police 所以他在談城邦的時候 就是自治體 這個城邦的傳統 一直延續到中世紀 到現在民主國家形成之前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傳統 可是他又不是一個 現在是很大型的民主國家的形式 所以在某些形式上 還蠻像香港那樣的情況 可是現在也是遇到一個 自治體的時候 其實他們目前在97之後 在中國的影響下 香港的自治體位 慢慢極其可為 所以才我們在2010年 2011年 然後一直到2012年發生的 關於國教的問題 還有民主產中毒水的問題 一直到2014的民主產生命 這一連串的過程 其實都促成了 香港本土意識的爆炸 那我們也可以再看 香港跟台灣之間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所使用的語詞 其實非常類似 比如說本土意識 還有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 就跟台灣講 台灣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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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類似的話語 其實有些很重疊的部分 那當今天呢 又比較 等一下會當然是從 陳明老師來跟我們講說 這個本土意識 以及這個這方面是沒關係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當然是會涉及到 所謂的港獨跟港獨的問題 因為在 陳明老師在寫的關於香港情報 論說其實他對於 他是有 其實我不知道那到底是策略 還是一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策略 所以他並沒有探決力 還是作為一個 就是說真的他是這樣想 是認為要走向一個中華邦聯制 還不是聯邦制 聯邦制是中方政府的 角色比較強 那邦聯制是以地方的 各個地方的 是共來鞏固一個形式上的中央 那在這裡面 陳邦論我們就要看 本土意識到陳邦論 以及他跟這個 港獨論或者是 香港民族主力之間的距離 到底在哪邊 等一下可能我們也是要請他 如果他沒有說的話 就請無論人說 如果他沒有說的話 我們這幾個在座的朋友們 可以努力發問 這個也是讓我們比較思考的 所以在陳明老師這一段 這個這一步走來 還有最後一個部分 是我們最近可以看到一個叫 香港本土政綱 香港本土政綱在今年9月 大概9月會出一個完整版 現在7月會出完整版 目前我們可以在網路上看到一個節目 簡明版 那那個本土政綱其實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一個本土意識 然後在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他不排是獨立 但是他強調建國 那這個卻或不是 當我們之前有討論過說 有點像李登輝的主張 就像講一百遍、一萬遍 他不是不主張態度 可是他做的事情都是這樣 那是不是說 比如說現在目前香港本土意識發展 未來要在獨立建國的情況下 是不是他也同樣是 一個可以做不可以說的事情 那當然最後一個部分是 香港跟台灣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因為香港在我們方面是 實際上是脫離中國的控制 雖然我們不斷的受到 中國的某些威脅 可是香港是 的確是還在 中國的管轄裡面 所以 這個兩類的處境不一樣 然後在座也有很多朋友 可能等一下我們也可以開放一些時間 大概有一半的時間 讓大家來討論 然後 所以大家先在這類的掌聲 歡迎兩千元老師 謝謝鄭先生 謝謝這個掌聲 你們是幫我們英文學大作人 謝忻 真的是在於我們 剛進門口才記得 剛才的父親也沒說 就是磕頭髮了 就是 謝謝那個主辦單位 主辦的主人請我來 然後也謝謝 主教授 大家請看 在文章探過 也有些互章的評論 但是第一次跟大家見面 慢慢聊 我成員 這次是第一次在台灣公開的講 香港承擋論 是什麼回事 我大概用三十分鐘的 往後的時間 或者是更少 往後的時間就對談 就是這個 對談一下 那麼 香港承擋論其實很簡單 其實就是 政治說詞或政治修辭 什麼叫政治修辭呢 就是 政治現實 太尷尬了 很緊張 關係很緊張 政府跟人民的關係很緊張 這個香港的科學政府 跟北京的所謂 中主國的政府的關係 也很緊張 然後香港對外的關係 有一套 但是中共對香港 有另外一套說法 這樣子莫衷於事了 香港正式的名字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當然之前 他叫舊家Hong Kong 什麼都沒有 當然是 在二十大戰之前 他叫 Plank Collins 就是英國的 綁家的殖民地 香港 但是在二十大戰之後 因為很多殖民地都獨立了 或者變成自治領 比如澳大利亞 或者西西蘭 所以在二十大戰之後 英國對香港的稱呼 慢慢就 什麼都不用 就叫Hong Kong 然後 香港政府 就叫香港政府 然後 英文也是Hong Kong Government 寫信給香港 寫Hong Kong 寫最後的 英文的話 中文也是 當然是 漢語地區的國家 和漢語地區的地區 這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實際的操作上 香港是個國家 其實在英國把香港 弄得好像一個國家的樣子 搜索 他為了解決他的 殖民地獨立的問題 統治的問題 跟中共的關係的問題 或者是殖民地政府 少數的一族統治 跟香港大部分的華人 華人的人民 華人的子民的關係 比較緊張 他說什麼都不講 就是說Hong Kong就可以了 然後在英文 他就說Hong Kong 就是Hong Kong 一個地區 比如說是自治領 比如說是Dominion 然後香港 當年殖民地統治香港的時候 香港的政治領導 或者政治元首 和Governor of Hong Kong 香港總統 他就跟Governor of Canada Governor of Brazil Governor of Australia 在名號上差不多 當然是實體上 實際上差一點 有點差一點 而在1997之前的香港 他幾乎是一個國家 或是一個 當時英國的外交界 就稱呼香港 當然是西藏 香港 香港會搭配 香港共同國 他在財政上 是跟英國獨立的 英國有軍事保護給香港 有委任總統 跟一些高級的殖民官 照香港的統治 但大部分 大體上 香港是用華人支持 而另外 對外 他有獨立的貨幣 獨立的 航權 獨立的 可以加入 大國組織的 國家成立國的地位 英國從特別這樣 而使用香港 變成一個 類似自治領的地方 但是沒有自治領 或者沒有國家之名 所以在九十次前 香港是一個 有國家之實 沒國家之名的地方 這樣的地方 他對內是沒問題的 就例如 有英國人的 高級官員的管理 華人有 用資訊式的民主 用西議會 用Urban Council 這種 民間的資訊組織 或民間的 法定組織 或法定的議會 來管一個小事 對外 對中共 一律很重 另外 是用外交關係 或者用美國 調和美國 或者拉攏美國 或者拉攏美國 結盟 跟美國結盟 但是 頂住共產黨 一般頂住共產黨 另外一般跟共產黨 就跟中共打交道 所以 香港的外交 在九七之前 是委託於英國 但是英國是用很巧妙的方式 來 來 調和 來自中國的壓力 但是 到了九七之後 問題就出來了 九七之後 因為英國撤出了 集民官走標 另外 他留下了一個自治領 類似自治領的地方 然後把他的統治權交給中共 中共不是一個民主宣布的國家 甚至乎 不是一個現代國家 它是一個革命政府 統治的一個地區 但是 因為英國 用聯合分明 用國際行為 把香港的統治權交到中共手上 就變成中共是香港的 宗族國 或者保護國 但是 中共又不能像 好像以前 英國主義地的方式 委任一個特首委軍局長 司長 它在基本法 就是中國的小憲法 或者中國的國內的法律 但是 它 基本法裡邊 規定很多的大陸的法律 是不能在香港實施的 除非香港進入了東亂時期 那樣的就是 因為香港進入東亂時期的時候 大概中國也會進入 也同時進入中亂時期 所以 香港就是這樣的地方 但這樣的地方就是 高度本來就是高度自私的 然後用中英聯合聲明來保證 高度自私的保證普選 另外再用基本法 這樣以前 不太講出來的東西 香港是高度自私的 很多本地密法的東西 寫進了一個人大 的一個法律 或者我們香港說的 是一個小憲法 就是把以前的 不成名的 不嚴明的 一些政治行為把它成人化 故此 要是香港要建國的話 首先 就是中共協助香港建國 因為它把以前 英國人做出來的行為 做出來的行政慣例 用法律的方式寫下來 所以我說 香港要是 我在長幫問題講過 香港有一個情況 是要獨立的 就是中央政府 北京的中央政府 因為動亂 或者因為 德民的關係 或者經濟崩潰的方式 它無法對香港 行使統治 就是沒有中國政府 那時候就只能獨立 而獨立很簡單 就把基本法裡邊 香港跟中央關係的一些條文 用香港議會也好 人民議會也好 把它去掉 去掉之後 香港就變成了獨立國家 要是有中共的人 在這裡 我也是這樣講 首先 寫出香港建國的是中共 它是拿石頭扎自己的腳 問題 為什麼它要這樣做 因為它要從英國手上 使得香港 要承諾給香港自治權 給民主選舉 所以它知道 一旦給香港民主出選的話 那種一人一票選自己的元首 那種命運決定感 就可以形成跟命運不同體 這樣的話 就是本來只是在法律行為上 香港是相似的國家 就變成在文化 在人民的心理上 變成國家 因為途選這個東西 把普通不關心香港的一些人 老百姓或者是一些準備移民的 或者是大部分準備移民的 或者是大部分準備移民的 倒極中產 把它變成國民 因為投票締造了國民歷史 所以這個是 中共牢牢把普選權 或者是自己做的 但是它用寫進的經濟法去 那怎麼辦 不僅香港的政治現實就是 中共是承諾給予香港 高度自治 給香港普選 來承諾手上 拿到香港 另外這個承諾也是 中共對香港的一些政黨和政治代理人 當年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它要取得這群華人 香港的華人的支持 支持回歸所 支持回歸和支持這個 政權移交到中共手上 所以它當時是答應香港 給高度自治 給民主普選 它對英國有這個承諾 對香港的華人有這個承諾 但到九七之後 它發現 沒這個必要了吧 退法 退法的話 你是退法的 因為基本把它寫下來 不僅使用人大使法 人大解釋法律的方式 而這個是違法的 當然它說自己是有這個權力 一方面它就用人大的權力 來解釋香港的憲法 來把香港的自治權 把它拉入到它自己的政治影響範圍之內 它安排它自己的人脈在香港 本來基本法規定香港的政策 是不必要到大陸去回報的 或者是香港的局勢 要是要去大陸跟相關的教育部長 來見面它 必須要向香港特首揮報 或者向香港威法揮報 這樣上去 但現在這些行政官力都打破了 但這個這樣它是做出沒意思的 因為它基本法的法律 它是沒法改變的 它只能從實質上的行為 或者影響來改變香港 在九七之後 中共在香港行使的是非法的政治影響 當然中共是不講法律的 它會講法律 但是在實質上是不斷地用實質的 既定的方式來影響香港 就是在這種很麻煩的情況之下 我才做了情況問題的東西出來 但做這個東西出來 在之前有一個很大的政治危機 迫使我要提出這個情報論 就是說為什麼我不在九七之前 或者九十之後 這幾年就提起情報論的危機 一直待到2010年才提這個情報論的概念 因為2010年香港有很大的危機 一個危機是人口的危機 因為當時發生了這個所謂雙費的事件 就是按照基本法 按照基本法的自面 當然是不通法是跟自面 跟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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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法的狀態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 就是 大陸的人在香港生的孩子 就當成的人 生的孩子 有香港的住留權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在九七之前 在九七之後 儘管基本法是這樣寫 但是香港特區政府 是不給這種權力的 一些簽法 但是在 我忘掉是2007還是什麼年 有一張案 叫張宋元案 那間案是共民黨 跟他打的 就一個大陸的小孩 叫香港出生 名字大概是張宋元案 記錯了什麼 反正這個大陸的小孩 叫香港出生 然後 沒有我那個 出生權益 然後這個 準備要遷法 他一直上訴到 香港的 中審禁 就是 憲法法人的 本文件 就叫中審禁 中審法禁 中審法庭的 判案就不 根據這個 香港政府的 行政管理來做 根據那個 基本法的 字面來判 根據基本法的 字面來判 的話 那個大陸小孩 就有香港的 具有權 而這個 這個官司是 公民黨 一個所謂 航空隊 從民主黨 衍生出來的 一個黨 這個官司 不是普通的黨 而是 民建聯 民建聯當時是 主公當年 當時是反對 大陸的人 在香港出生 享有 這個 居留權的 甚至乎 當年的 親共的 一個 一個 保安局局長 葉劉淑儀 當年他也反對 而支持大陸人 香港生孩子 有居留權的 是犯人 奇怪嗎 其實一兩次很奇怪 往後講都很奇怪 除了在民間黨 制作出貿協議 一兩次很奇怪 當然 情況不平 做一個敵你吧 我們很多 關鍵的 都常常有的假設 在香港出生 因為香港是怪盪的地方 另外一個危機 除了人口危機之外 發生這個 發生這個 發生之後 很多大陸的孕婦 來香港生孩子 然後把這個 產出了病 長的病 都發贊助 衍生的問題 就是香港的母親 就沒有這個 就很緊張 然後他們生了孩子之後 帶去深圳去住 其他大陸的其他地方去住 然後不知道什麼時候 又回到香港 又回去了 因為他有完整的 他們是經外培養的香港公民 這是奇怪的 但是香港政府又沒有能力 對他們進行 境外的稅收 因為香港的稅收是在地的 他在境外專業前 是境外的政府收 不只香港將來 或者現在 會有兩幾十萬的國民公民 他是在大陸的 交稅給大陸政府 他隨時可以來香港拿福利 醫療福利 可以交易福利 防務福利 甚至在香港投票當官 最奇怪的 就是香港有福利的義務 但是沒有 他自己沒有公民義務 進到香港 要在香港進 另外一個危機就是 跨境的規劃 那個叫什麼 珠山角移區 灣區的跨境規劃 就是說要把香港的 邊界區開放 把邊境的 以前英國保留的 軍事禁區慢慢取消 然後 綠道 什麼 交易公園的方式 把香港的聖政連起 連起來 這樣的話就是香港的 邊界取消 當然那個是個 像中式的國際 沒有 現在沒有變法 也鐵絲瓦的 差得七七八八了 而在這兩個危機 就是人口 跟那個 地理格局 所謂的 危機之下 我們在二十一年 提出城邦 而城邦是個什麼東西呢 具體 大家 可以看出 問 但 在香港的情況 就是 城邦當然是 古老的希臘的傳統 或者是 中國時代的 支持者 上次之四 或者是 一次大戰之後 英國在遠東 海岸 設立的一些 自由的 商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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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其中 新加坡 或者當時在 中東 一些 自由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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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城邦這個東西 用在我的城邦論裡面 就是 除了是描述 香港的情況 香港有很大的 自治權 有京都國家的 我叫他說是 什麼 我剛才有名字 啊 食蘭主權 它有國家的食蘭主權 但是它沒有國家的名號 它不叫國家 它叫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形象區 但是 香港特別形象區 最有的很快 我 要用 香港情報 民間的 政治修持 把它慢慢 慢慢 不是 取消 慢慢的 抗 特區 首先 把 簡稱成為特區 就跟 深圳 就是經濟特區 而 你說是特區的話 你要是在美國華盛額 這個區 那是好的東西 你要是在中國這種地方 在中國 在共產中國的特區 共產中國 本來是壞的 你說好 是沒有事 這本來是壞的 因為壞的地方 有個特區 它是不是太壞了 或者沒那麼壞 首先這個特別就是 香港是正常的 跟一般的現在社會 和現在的地方是一樣的 有人權 有法治 有基本的公民主義 也有其言論自由 甚至我在臺灣 來順便講 有些美事 一定有事 只被我定了 還是自己有事 所以 你要是講特別的話 這個 很難說服人 很難講東西 不止我 陳八分這個 其實是 一國兩制 或者是 港民自治的 一個 政治理論 或者是 強加於 送給中共人好 或者是 強加於中共人好 一國兩制的政治理論 和一國兩制的 政治羞恥 就好像 當年 李登輝總統說 中華民國在臺灣 中華民國 政治的 兩點的 適合在臺灣 中華民國的 政治現實 政治理論 就是 偏安的中華民國政府 但是 你不能講出來 跟臺灣民講 但是 王業不偏安 你偏安 你偏安肯定會被消滅 你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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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共大陆基地,讲几句可以,实际上没作用 但是一直很尴尬,但两个讲军统的时代没人敢提出什么东西 结果一直到李登辉总统就说台湾金马是十字桶架的地区,但是中国还不在台湾 大概是一个表示,尽管是在汉文的大上是原谅文区,中国还不在台湾,又不是在台湾的中国 不同的两个地方 所以香港从当,这个就是我用来作为一个民间理论来抗衡它的政府的论出 或者抗衡它的一些想侵略香港的各种想尝试香港的一个政治反抗 而成当这个东西,因为成当是在欧洲的话,它是在共和国缔造之前的一个状态 就是零零三省的很多成当,往后就用联邦的方式,方联的方式 或者单一共和国的方式,组合成为一个共和国 就是说成当是民职建国,用什么方式也好 或者是国家建立自豪的一个,而国家建立之前的一个过渡状态 而摆在香港,是啊,中共它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国家 它没有现正文,它没有国家文化,它没有国家信仰 没有国家主体信仰 所谓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它自己也配不了它 也不会老是什么关系 文化信仰它没有,它不能造出国家文化 它没有天职,没有司法书,没有经学,没有客举 民国也不能增加,共产党也不能增加 所以不但在文化建国,而在政治建国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没有完成的国家 而这个没有完成的国家,它需要建国 结果怎么做呢?怎么办呢? 它需要一个制度的参考和文化的参考 在香港,我说的,文化参考也在香港,也是我说的 因为它没别的说辞,它没别的理论 自从盛晓彭说不要争论,不要提出新的理论之前 在大陆也有新的统治理论,统治思想的理论 因此就由我自己来说,我说的大概一部分是符合政治现实 另外一部分是,我说的现实政治,就是国家和平台 国家和平台、政治的现实,国家和平台 非常地尴尬,非常地紧张 需要一套现实政治的操作方式 有一点言论文和言伟文说词,慢慢用形式来改变 这种方式慢慢达到一个城邦建国的目的 而这个城邦建国又不是香港要建国 而是说中共他本身没有建国 所以将来要建国的话 香港跟中共一起来建国 或者香港变成一个省 一个自治省也好 或者一个被统治的省也好 或者大家变成邦联也好 而我自己的主将就是最好的做法就是邦联 因为大家分裂分治这种酒 而且英国统治香港 把香港的传统文化和里面的移民文化搞成起来 把东南亚的东西 把印度的移民 中亚西亚的移民都吸收到香港 变成一个难民的避难所 这里慢慢融合成为一个有边陲性质的文化体系 当然是法校文化里面的文化是它的主流 它也有别的支流 而这种考虑到它的族群文化的组合的综合性的话 它不能拉入变成中国的一个行省 它只能 要是还要保存香港的特色 要保存香港的政治传统 或者历史传统 只能变成一个半年 而我在香港城邦文二是第二集的一个说词 就是香港不单止是一个城邦 而且香港现在跟中共的关系 其实在实际上是半年关系的 中共的东西不能行使在香港 我举一个很假设心的意思 就是说假如现在中共也有个官员到了香港 而香港的特首比如是梁正英 他要叛乱 他派警察开枪把那个官员杀死 中共能做什么呢 他的国内法律不能进入香港 除非在人当说香港进入 一定有动乱 他一定动乱的话 整个股市整个都崩溃 他要考虑到这里 另外 如果香港是国家的吗 他能提出外交交会吗 不能 那么香港对大陆的关系是什么呢 你用这个假设心的例子 就看就知道 很难讲清楚 很难讲清楚 他的political reality 非常是恐怖 要是出现这种恐怖的例子的话 他的现实上的政治化是非常恐怖的 恐怖到大家都不敢讲 当然是我会讲的 因为我讲了就变成一种言谈 目前是一言谈了 我讲没有人回应 但是没有一个取代性主的学说出来的 这个东西出来慢慢谈 尽管很多人说我是天马行空 东上港绝对不会打应的 一定说你是港独 你能把你打压 反正理论出来了 而且香港目前确实受到很强的大陆的民口资源 共同政策 很多金融 很多东西的投学 很多势力的尝试 香港的本土的那种对大陆的反感 不是对大陆的实质行为的反感 不是对大陆的正常的反感 那是传统的一个走空 而是对大陆人 每一个大陆人在香港的实际行为的反感 而作成了这种反弹 这个叫本土运动和本土意识 我常常问就是 不是幸运人的 不幸运啊 给他们借来用了 用了就用了吧 反正学说提出来了 就给人家用了 就这样来 好 结果他们借了 谢谢 好 那个 大家应该是一遥为景 所以我们等一下 再先由伦仁老师 先讲一下他的问题 看我们对陈雲老师 在这几年有的一些想法和等待 然后再多一些说明 然后可能陈雲台湾的脉搭解 然后等一下再请陈雲老师 对我们有问题 而且他再来追逐程 好吗 谢谢 谢谢 那个 陈雲教授 欢迎您来台湾 好 那那个 嗯 今天为 联想高兴有机会来 今天 我们都跟陈雲老师 来做一点 比简的交换 那我因为 去年的一个偶然机缘 被卷进了香港的 激动的历史当中 从一个跟中国研究毫无关系 因为香港又毫无关系的人 会剪进去 每一次都不知道 近不近的去香港的人 实在是很不忘之灾 但是不管怎样 我还是觉得很高兴说 我们做一个社会科学家 或者历史学家 一生最兴奋 或者一个政治思想家 最兴奋的是说 能够有机会见证一个活生生的历史 所以虽然有一点点不方便 所以去香港都还要被审查 但是还是觉得很高兴 我觉得这个人生很少有机会 能够见证第一首的历史 正在发生中的历史 而且还参与他的 那我在里面 扮演一点小小的角色 等一下 那个 把我捡进香港历史的那群年轻人 大概在半小时多会来 会找他们从台中要赶上来 就香港大学学院大师的那个 上下集庄准备的面积 那好 那我今天 我想 就是说 我是有做一些准备 整理一下 因为我今天有点感冒 所以我不需要做一点整理 那我依照我的整理来 做一点点 对今天教授我的乐读 跟理解 其实陈云教授 是一个复杂的人物 他原本是 他专长于民俗学 又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散文家 他写的那个 关于香港的怀旧的散文 是绝品 很精彩 非常好看 所以很多人就比较怀念 那时候的成果 对 没办 对 然后后来就是写了 城邦论之后 跟后来的移民论 一系列的这个 然后开始从事 香港城邦自治运动 这个之后呢 又出现另一个成语 他这个成语是一个政治思想家 政治理论家 但是 当他进行把他的思想要推广到 草耕的组织跟动员的时候 他又出现了另外一个 叫做 煽动家陈云 但是 各位要看到陈云的 在他的著作里面的文字是 你知道 大家知道是非常的 有一个优美的 然后是非常的 酣畅流淋的一个文字 然后论政是非常的 甜雅 非常的有教养 可是他在网路上很凶的 我也被他骂过 我也被他骂过 虽然还没见过我 OK 那anyway 所以说 但是我曾经很早就跟 明报记者说 我认为陈云是 不过正不足以交往 故意的 我相信我的判断是没有错 刻意用一些 而且陈云教授在他的第三个角色 所谓政治煽动者 或者组织家里面 他相信一种很特殊的东西 也在台湾比较少人去注意 就是政治的非女性层面 就是说 你要是太讲究合理非非的话 你永远都不起来 尤其要对抗中共那么强大 所以他希望我们在短时间 能够如何去master 去凝聚香港人的意志的时候 非女性的侵犯因素 会很重要 所以我们必须要 从几个不同角度 陈云这个人身上 有好几个不同的persona 所以要把它稍微分开来 那我今天主要是针对 所以他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 提出这些理论角度 提出一个念和 一个的心得 然后所以 第一个是对于政治理论的部分 就是说乘方论到义民论 其实刚刚陈云教授 没有时间谈到义民论 其实他整个政治理论有两大重点 乘方论主要指的是 香港自治的政治形式 political form 然后义民论指的是 香港自治的 一个文化上的正当性的根据 就是为什么我们香港 可以做这种事情 因为简单讲 中共信仰马克思主义 背叛了华夏的文化 反而在正统的华夏文化 被保留在香港 所以香港在文化上 他处张应该以移民的论述 然后去估计华夏的文化主题 作为香港整邦建国的一个文化根据 甚至是一种 你可以说 类似于国教 义士形态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想我的理解大概没有太大臭 好 那我就先针对这一部分 让你提下我的评论 那我就说 第一个城邦论 那 这非常有趣 刚刚陈教授已经稍微提到 那我个人是做政治 我是政治理论出身的 所以我就 从我的训练 去做一个解读 那我也 也许不完全符合陈教授 但是等于我帮他做一些 我个人的一个思想史上的一个脉络的解读 香港自治的根据 其实 我们一般讲说 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 现在我们熟悉的是说 根据民主自觉 国际法 像这一类 你说民主主义 民主权这类概念 可是 陈云教授的香港自治的主张 不是民主主义 也不是 不是传统民主自觉论 也不是国际法 他根据的是城邦自治的传统 什么叫城邦自治的传统 他描绘一个很奇妙的传统 从古希腊的城邦开始 然后连到中世纪 大家知道 中世纪的欧洲 主要是从南边 意大利的城邦 你说佛罗根斯什么的 一直到北边一点的 大家知道汉萨联盟 就是那个 那个德国的一些自由士 还有 所谓的神圣蒙马帝国底下的一些自由士 然后这样 像这样的一个传统 然后那个 在 然后在那个连接到 这个是中世纪 从中世纪 再把它连接到 近代的 大概是八九世纪以后的 所谓的近代殖民城邦 其实就是Trading Coast 一种港市港湾的殖民地 像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历子 香港就是一个典型历子 这样子 他把 所以可以看 他其实是把三个不同的东西 连成一个传统 那我 老实说 如果是受到的 那个 Dale Strauss 学对学游学派传统 我们主张要精读 那个 西方的历史的那个背景 跟脉络的话 其实这三个东西的脉络 那个系譜 连不连得起来 是有问题的 因为 实际上他们三个是在不同的脉络 的东西 但是呢 我们现在并不是 因为这是一个政治修辞 所以 他不是在写 那个学区报告 所以 所以 他可能不完全符合那个 西方政治史上的 德制的这些脉络 可是非常精彩的是 他很有创意的把它黏在一起 然后告诉大家说 香港就是在这个光荣的 Self governing city 里面的 最后这一个 近代的这一员 这样子 所以呢 他用来主张的那个 根据不是 他不需要用到民主自学 他就说 这种自治城市 向来就有自治传统 所以呢 他其实是用一种 前现代的政治的形态 去跟现在政治的结枝 然后他的自治或主权的依据 是一种 他所谓自治传统 其实就是common law 也就是用自治的传统 来取代成文法 因为我们是长期 传统上就是自治的 这个是所谓的 关系法的概念 因此我必须要任何宪法 或国际法 给我的赋予 我本身就有 就有 就有的权利 这其实是common law的 年纪 那那个 和民族自觉论来比较 民族自觉论 是属于 现在主权国家出现 一会儿的论证 刚刚 陈娇也提到 他用的那个 城邦 特别是中世纪城邦 古希腊城邦到中世纪 十五六世纪的城邦 刚刚好就是民族国家 形成前 欧洲最流行的一种政治形态 小的City State 这样子 然后呢 他实际上要把他回到那个时代 复古到那个时代 所以 他是用那样的一个时代 他回到前民族国家时代 的那个论证这样子 所以来处理香港的问题 那在背后 他实际上是把香港 把中国想象成一个帝国 我相信是这样子 然后是中国这个天下里面 香港的位置 香港作为一个 中国各城邦之间 香港的位置 那我就说 这种西服建国的方式 是不是符合史实 那个其实不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是非常有创意 然后也可以跟香港 本来就既受之英国的 所谓 common law tradition 事实上可以建立一些关系 这个等一下我可以再继续谈 那第二个部分 关于移民论的部分 大家移民就是遗留下来的地方 所以说比方说大明亡国之后 清朝特曼 惊痛之中国 那些南明的人来到台湾 自称之大明 那个大明的移民一样 遗留下前朝移民 留下来的人民 这一套论证 认为说 原本产生华夏文化正统的 那个地方 如今已经丧失了文化正统 变成了白衣之邦 反而是流到海外地区的 那个真正的文化正统 流传到海外之后 在海外被保存下来 这时候产生了一种位移跟变化 移跟下变 位置变化了 海外原本是蛮移 现在变成华夏 华夏变成了蛮移 所以这种论述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论述 但这种论述 其实没有那么少见 这个论述 其实在不管是中西的思想史上 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传统 所以最明显的是 其实是来自于这个 就是说明朝灭亡之后 在明帝国周边的 这些传统的朝共国家 或者周边国家 受所谓明帝国和文化影响 国家文化影响这几个国家 他们在那时候就产生了一种论述 就是如果用日本的思想家的想法 最迟接了当叫 华移变态论 就是原本是华的变成疑 原本是疑的变成华 那个是林罗山的儿子叫做 海亚西加厚 那个林尔峰 在明清之交江户时代的一个流学家 他写 他跟他儿子编了一本书 叫华移变态 也在讲这东西 那这个 事实上 这个不是在日本 在那个 流球也出现 然后呢 在朝鲜 越南 还有南民在台湾的正式王朝 都出现这种 大家知道那个陈永华在台南 见各种流学的人 然后自从台湾是这个 真正的正硕这样子 像这个东西 也有人叫做小中华意识 或者小中华的思想 就是大中华沉沦之后 道不行 沉浮浮于海 于是那个道 就是在海外 或者是这样子 然后非常有趣的是说 战前的台湾民族运动里面 有一小派 有这个想法 就是联合 联合的台湾通史 还有他后来的台湾语典 其实里面就主张 台语是正统的和汉语 像类似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49年以后的国民党在台湾 就是用小中华思想 但是它的效果很不一样 然后呢 韩国当代 他们还有很强的认为说 韩国才是真正理学的中心 是韩国是真正的中原 而他们觉得当代的中国 遭遇是道德文章 这个东西在现在的韩国 还有一些思想比较僵住 所以这种论述方式本身 它其实是 你可以说它发生在文化的 原本的源头的中原地区 产生了变局之后 事实上那个 某一种程度上是一种置换 也就是说把文化转换空间 就是它没有办法在原来的那个 空间去存生的时候 它必须要转换到另一个空间之后 所以产生了一种很有意思的思想 那这个思想是有一个很长的传统 至少大概有四五百年的传统 然后另外一个系统的传统 是跟陈教授他们的出身有关 但是香港很多的他们的起源 族群的起源是来自于中国南 东南方 所谓鼎南 鼎南有很多传统的嘴板 岳书族什么的 这些鼎南的文人是 鼎南人各族是 等于说比较相对的比较晚被 被纳入中国的 也比较晚汉化的一个族族 所以鼎南的文人有一个传统 喜欢反过来说 我们才是华夏正座 用这种方式要来挑战中原 说中原是北方的男主 所以有时候有这种 这是另外一种是 林南文人的传统 但我不是很决定说 陈老师是从哪一个角度 但我想可能都有 也不一定 也有这种传统 林南人的那种 应景的态度 不愿意被接受这个 阿建文国才是正统的 另一方面是说 我自己研究的是 比较民主主义 那我看到在世界各地 也有一种类似的那种方式 也就是说 会叫做心同理同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 不是纯粹 只是说中国式的一个思考方式 或者是说中国 看起来是中国 跟帝国跟他周边 都有这种关系 不是只有中国 举一个例子 美国独立运动的时候 美国北美13州宣告独立 他们当时主张的思想 不是美国价值 而是英国价值 当时独立运动 美国独立运动的主张的人 他们说 我们才是真正的English English tradition的保护者 因为English tradition 是自由跟自治 所以我们在北美实施 自由跟自治 是符合英国的传统 但是你英王乔治 要来镇压我们 收回我们自由 因此英王乔治 违背了英国的政治传统 所以北美是 以自由去反将一军 然后宣称 我们才是英国价值的代表 于是他们 就是当 美国的 本土文化传统 是独立半世纪以后才出现 艾莫生 他们那个世代 在内战前才出现 所以说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要说明是说 陈渝教授提这个主张 本身在逻辑上 第一个他有 从思想史去看 其实是蛮 可以看到 并不是做那么奇怪的事情 是一个合理的 我估计也有很多不同的 特别是在边陲地区的知识分子 会运用的一种策略 建构自己任务的策略 然后 而且不是只有在 中华帝国的周边 你看到大英帝国 跟他的周边 也有这种东西 好 那更有意思是说 这个移民背后所预设的那个 那个华下 其实是 就回到跟刚刚那个城邦有关 那是一个天下的概念 而不是应该那个 所以他知道其实 当代中国史的研究里面 有一个定论 就是从梁启超以后 中国从天下变成民族国家 在民族国家之前的中国 根本不是一个国家 他是把自己当成天下 然后呢 这个陈渝教授的很多主张 是要把 当代香港拉回到 天下时代的中国 然后在那个地方 重新寻找 香港人的一个 容身之处 大概类似这样 我的理解 应该没有太大错误 好 那我到目前为 都是做非常同情的阅读 其实我也是 那个 我必须说明 我在情感上非常同情 然后我 呃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说 做一个客观公正的一个阅读 然后也提供我们自己 从我们专业立场的一个说明 跟讨论 那个讨论 好 那这个是关于那个 陈教授的思想的 一个比较 算是比较抽象层次 那部分的一个东西 那另外涉及到 陈教授的主张 里面有一部分 是跟操作有关 那刚刚那个 陈教授刚才提到 大家可以看到 他不是一个半头的思想家 他是一个 很有能力的实践者 所以他事实上 他的文字的背后 都有非常强烈的谋略的意图 谋略跟策略的实践的意图 那这里面呢 我发现 因为这次我 我这次最近才看到的 这个本土正刚的这一份 比较简明版 那我想这个是 他又把这几年来的 一些想法 他刚刚提到的那个 城邦论跟民族论 跟移民论 再把它融合到 一个可以实践的一个正当 有点像建国大纲 那是那样的 建国纲的一样 所以这个 可能今天 乘教授没有时间 把它整个完全的把它讲完 那我是根据那个 我提的几个 婚姻正刚的感想和建议 那各位如果有兴趣 应该可以到那个 到香港卫星会的网站 应该可以看得到 一定有 都可以看得到 所谓的那个 本土正刚 简明版 很清楚的吧 陈教授的那个 欢迎操作面 在政治方面做了一些说明 那我提出一点 今天有几个感想 好 第一个是 在这个正当里面 陈教授其实是 蛮比较重视那个 他认为说 不要去谈 什么香港人 或者民的问题 香港人是不是一个 民族的问题 应该比较去强调香港的国 也就是说 香港是有某种 整国家的性质 他认为 事实上国限于民 因为香港是先有了那个国 所以才会有香港的民族 所以我想这个背后 其实陈教授这几年 背后隐含的 他在跟那些年轻人的对话 对不对 民族论的那些作者 包含本人也是民族论作者之一 但我是属于 有距离科幻公正的分析家 但是anyway 也是跟这个民族论在做对话 所以他提的那个 关于这里 我的看法是比较 稍稍比较不一样 我的看法是认为 香港不只是香港 大概所有的国家 他的国跟民的过程是相互形成的 就是说 尤其是以香港城邦史的意思来看 就我有限的支持 其实真的是国和民相互形成的过程 你可以说一方面 港英统治下 香港形成了一个 它还不是真正的自治领 因为它没有完整的自治权 但它是一个准自治领 它讲白话一点 就是准独立或半独立国家 就像刚刚那个 前面教授的那样 这个架构是港英统治下 在这个所谓准自治领架构 把它建立出来 但是另一方面 这个国家架构 创造了一个公共政治的网络 它界定了香港市民的边界 还有权力义务 然后又把这些香港市民 吸纳到这个网络里面 让他们变成香港的公民 各位这就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我为什么说它是相互形成 你一旦塑造了公民 公民会产生自主性 因为公民被赋予citizenship以后 它被empower 然后它会产生公民意识以后 它其实在某个程度上 可以自主自治 不一定要仰赖国家或政府架构 这就是属于公民社会的概念 但是另一方面的民的成立是什么呢 其实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 但它在六七暴动以后 其实香港逐渐它的人口开始本土化 土著化 开始产生了某个意义上 文化跟族群意义上的一个 一个香港人的意识在出现 对 那所以这也是民 它自己有一个自主形成的一个过程 的一环这样 所以我认为香港的主体性的形成 其实是国家形成和民的形成 这两个过程相互影响相互交错的过程 我认为是缺一不可 那这个名 我自己是把它称为一个香港的Civic Nation 那中文你可以翻成香港民族 或香港国族 或香港国民都没有关系 我指的是法国式的 不是那个 不是Dinazion 不是德文的名号 但我也没有坚持不要用这个名称不可使 实质上是说 他们有一个独特认同 认为自己是拥有统权 而且拥有自我的统治权的原因 在事实上 他们就是一个Civic Nation 叫什么名称的关系 那这是我个人的原因 那这是关于第一点 国跟民的关系 那第二点呢 其实我觉得对香港的现实的一个理解 那我可以理解说 陈教授很多部分 其实是刻意在做Ninnovation 他现在在做文字操作 所以各位读他的东西要小心 不然你会 你会读完以后 真的以为香港人是统治的 你读完就会感觉你心理上非常操纵 他就是一个Mastermind 一个幻术大师 他让你读完 各位刚刚讲完之后 你觉得香港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好讲的 那为什么今天还要来 因为还没有独立 你不要说还可以 连半独立都没有 他为什么是这样 很简单 我跟各位报告 我是一个realist 他是一个realpolitik 他是一个politician 我是一个realist 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香港的现实是什么 他原本有的一点点准国家 什么事啊 连准自治理都不到 因为自治理指的是自治殖民地 至少是 殖民地有高度自治 跟某国之间是分离 几乎是分离的 香港是没有到那个地步 但你可以说他是准自治理 现在港英走了之后 这个地位已经被剥夺 他现在实质上 其实是中国的内部殖民地 有一个假的特首政府 事实上 实际上在背后监控的 叫中联办 还有一个解放军 住在这边 所以他是被占领状态的殖民地 你知道吗 这是现实 然后香港的特区政府 既不反映民意 也不保护香港 所以事实上香港现在只剩下什么 我们刚讲了一个国家也好 一个政治共同体要形成 同时要有国跟民两个层次的形成 香港的国已经被剥夺了 所以只剩下民 香港现在只剩下民 只剩下社会 也就是说国家 所以为什么我要强调 为什么国跟民两者要相互形成 是重要的 因为要是香港只靠那个国的话 一旦国被剥夺了 民就会散掉 香港现在国已经被剥夺了 可是民没有散掉 那就是表示在港英统治下 香港事实上是形成的一个政治意志 所以他们现在没有散掉 所以现在香港只靠民或社会的自我保护 这里面包含香港的公民社会 或者专业领域的社会自主性 大家知道像大律师公会 像这些社会领域 政府不保护他们 他们自己保护自己 把里面的嘴蝶抓出来 擀出去 这是香港自主性的一个表现 好第三点 香港的所谓的事实主权的源头 因此我个人比较认为 其实与其说是在国 或者说是在民或社会 如果同意说 港英的那个架构是重要的 然后某个意义上 那个基本法 确实你可以把它解释为 它把那个港英过去的一个 Carnalogue的那个制制 把它法制化 但是现在招的是 因为北京 强势工已经提出那个白皮书 已经说明一国两制 已经没有两制只有一国 那个中国白皮书已经讲得很明白 那个 中国是一个Unitary State 单一国家 单一国家意思就是说 不容许地方特色 所以香港最多只是一个直下市而已 在北京的角度来看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是比较认为说香港的 我认为香港事实上 应该是有一个实质的主权 那我认为它的源头 与其说是在那个 不可靠的 必须要靠宗族国来赋予的那个国家 或者政府结构 不如把它放在民或社会 那这里面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 民主的 也就是所谓主权在民 或者人民主权 这样子 也就是说第一个主权是人民主权 那第二层就是我提到的 香港的Common Law的传统 因为香港长期以来是受英国统治 英国是以不成文法来统治 用法律的那个案例的 判例的解释的方式 来累积 来累积那个惯喜法 事实上 香港如果以后可能建国 重新制宪的话 它可以效法英国不成文宪法的方式 在香港的那个 自己的那个Common Law的传统 里面寻找到一个宪法的来源 这是我去跟请教 台湾的一些宪法同家 得到的一个想法 然后给成那个 什么叫做最美参考 因为我个人是觉得说实在是不大 我相信您是非常聪明 很会操作 但是据说习近平不大读书 所以你写得很好 习近平也不大读 所以你要寄望于 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 我个人比较觉得有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认为说 基本法以及中英联合声明 可以把它当作主张 中国对港主权未定论 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未定论的根据 但它的功能是解构中国主权 但是香港自身的主权 可能还要再经过一番重新确认的过程 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两道步骤 一个是民主的自觉 一个是可能是自宪 那自宪 就是它都可以透过一些间接迂回的方式去做 所以我不一定要 我现在指的是概念上 是这样的 不一定要用成文宪法 那也不一定要搞公投 就是你只要争取到民主 就可以展现实质自觉 对 然后你可以透过香港 common law tradition 透过香港的法律 法潮 香港的法律工作者 透过法律的权势 去权势出一个香港的非成文宪法 当然这是 这就是我纯粹讲的社会 社会的 好 第四点是 好我再讲一点 不好意思 独立跟建国的问题 这个好像陈平凯很关心 诶 诶 诶 独立跟建国 各位 这陈云是修辞学大师 常常把大家论过 我是一个冷静的乐得者 独立跟建国都是过程 两个都是过程 不要激烈字面的意义 独立从来就不只是宣告独立 那一瞬间的动作而已 独立是包括宣告独立之前 一系列的state building nation building的过程 那那个东西就叫做建国 所以独立 independence 不只是declaring independence 而是becoming independent process 这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建国 所以呢 最终要不要宣告独立 何时宣告独立 这是时机还有现实判断的问题 各位 你看我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我把两派在一政 告诉大家说 独立就是建国 建国就是独立 它都是一个过程 ok好 然后呢 那最后一个一关对香港 我现在个人的一年多有限的观察 能够一个很深的感受 我觉得香港人缺时间 香港人要团结 香港实质上已经被占领 香港原来拥有了一点点社会的主体性 潜在的事实的主权 不断的每天都被侵蚀 所以我认为香港一定要建立一个香港人的统一战线 那香港已经被剥夺原来有的半独立国家 那香港政府现在是殖民政权 现在只剩下赤裸裸的香港人民跟香港社会 靠他们过去所累积出来的香港的主体性 他们社会的自主性在自我防卫 所以我是比较希望认为说 香港人应该要划除 尽量划除一些旗舰 然后找到不同派之间的common ground 当然啦 那个建制派不可能 但是在整个的范围也好 在社运派 以及不同系统的本土 本土论者 我认为应该还是有一个common ground 可以找到 可以建立一个统一战线 大家来分工 那有陈云继续讲成功 让那个年轻人要讲民族自觉 然后大家不同的那个 诶 啊 学院的朋友到了 诶 你们坐来 诶 来 过来你们坐这边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没有关系 因为这里就是有位置的 没有关系 陈跳说没有关系吧 让学院这些 新装的 来 靠前面来吧 靠前面来 靠前面来 我们要考验你们 会不会对他出手 国民国家 可以 国民国家 欢迎 辛苦 他们从 开通机场去直接 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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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對嗆的文俊傑 對 好 寫了一本書 沒關係 好可以啊 還有幾個 就這樣 OK 那我們先等一下再請你們介紹一下 好不好 先來輪到剛剛陳教授稍微講一下 那我再做一個評論 那可以比較我們會做評論 好不好 OK 那我再提醒一下 這個統一戰線 就是說我認為說香港現在已經被剝奪 原來都半奴隸的國家 政治上的半奴隸 然後香港政府現在是人民政權 現在香港只剩下赤裸裸的 香港人民還有香港社會 可以自我防禦 所以香港應該要想盡辦法 現在的各派應該 捐氣成建 找到Common Ground 建立一個Hong Kong的一個Many Trump 然後我建議 採取一個叫社會包圍 國家的戰略 香港沒有國家啦 那個陳教授講的是一個Vision 陳教授的講法 是一種Strategy of Empowerment 實際上Empower大家說 我們原來是奴隸的 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是奴隸的 但香港現在的 原來的半奴隸國家已經被剝奪了 所以呢現在我建議 可能要採取的是社會包圍 校園的 社會包圍國家的 不是抱歉 社會包圍國家的 社會包圍國家的 不是抱歉 社會包圍國家的 要分進合起 比方說 民族論成幫 那為什麼不可以是 香港民族的成幫呢 然後老中青三代要分立功合作 現在在香港 比方說壯年代的 幾乎就是只有成員叫做一個 戶軍奮戰 然後接下來一個年輕人 在第一線 然後很多主流的知識分子 他完全袖手旁觀 香港的情況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實在是很 我覺得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我認為要分工合作 而且要長期抗戰的準備 他透過點點滴滴的一個 建國的工程 然後來達到最後 鼓勵的最終的目標 或者說幫人 那些東西 那那個 差不多是現在好了嗎 不好意思 我等一下去擺 因為本來我有準備 跟台灣的比較 還有最後如何做 那個等一下有時間再講 可能應該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我們事件要結束 但是我們還可以請那個 以後無人老師還有機會的時候 來可以 來跟大家再來講 然後 剛剛有一個問題 剛剛 等一下我們先 請千雲老師再回應一下 剛剛那個 歡迎請幫忙的問題 還有剛剛 其實剛剛講文化 在奔古政黨裡面 有提到一個文化的問題 那個文化問題 好像包含三有文化 像華夏文化 還有過去的西方文化 還有一個奔古文化 所以我們就這一點 來再看一下 文化的這個層次 然後再對 無人老師做一點 他的意見 做一點 留言 再回應他一下 然後接下來 我們差不多十分鐘之後 我們就開放給大家 提問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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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多講的 就是 經濟的 就是需要的 就是 批評然後 反對然後 首先有一個 好的描述 他的描述 就是把這個 政治現狀 描述出來 那個 我書 我的輕描淡寫 你們這個東西 讀來的一個很複雜 所以一下子 大聲講 一下子 你把香港的描述 成為地獄鬼國了 我這地獄鬼國 就能是給大陸的 那當然香港 你要把 我比如說 香港以前很好 現在呢 稍微差了一點 我會 我們現在做的是 回到出國 除非以前的香港 以前的文化 以前的 輝煌的時代 另外一方面 也跟中共做個交易 但是說 香港 能回到這樣的話 中共也會參考 也會參與 因為中共是沒有辦法 努力的重新建國的 其實中國現在走下去 已經變成一個霸權 那個 越來越爛的霸權 爛的 沒有人願意解鎖的大權 所以他就一直爛下去 但是也會一直走 一直走 他的人一直 夾著自己的國家的錢 在走 在跑 跑到美國去 這樣 這樣一個國家 是丟臉的 丟臉的 丟臉的 一個國家 一個 超他媽的國家 那些共產黨 自己這樣 真的超他媽的國家 所以 你要是看到香港 這個樣子 把香港弄得這麼弱 這麼快 這麼慘弱的樣子 中國能得到什麼東西 這個 運行去粉 當然 這個粉燒的過程很長 也沒有人願意把它燒完 因為現在國際社會 現在的國際的投資 國際的集團 還在中國大陸得到利益 中國共產黨也是一個 積極賣國的政權 他也突破賣國 他也突破賣國外 他也突破賣國外 這樣他 你想在中國革命 你沒有主體 他的權 他的權 人也是 也是外的公民 很多人 你很高官的 清托之外 你高官的錢 也從外面 包括什麼 什麼 这样的话,这个现实是残酷的,这是对香港的残酷,对大陆的残酷。 所以我的常访论,尽管是一个政治理论,政治说辞,政治策略, 但非跟到底是一个建基于人性,非基于人意,就是人爱的一个理论, 就是把中国跟香港的套,死结,解掉。看到这个死结,大家抱着一起死,怎么不能放手呢? 你把香港拉下地狱去共产党得到什么东西?香港又不是国民基地,又不是电子基地, 中共还要接触香港,把香港的内派,尽管因为香港一直在抵抗, 所以中国觉得,我一直把他害,还没害死,但其实很容易害死, 要是我的理论一出来的话,就会害死,因为泛民他们没有其他的理论, 因为中共用那种参沙子的方式来渗透香港,人口、资本、专业人员、工会这样的渗透香港, 但泛民论觉得因为他要联合中国的大陆的所谓的力量来一起做个民族做法, 先把中国承判香港这个地方死亡,这样的做法, 这个中共赤透了这个做法,他就放人下来香港, 现在不放政治万民了,把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一般的穷人,一般的道德很坏的人, 你就拦住他了,你就给他福利了,给他学位了,你就把, 他们就把里面下来占了,他不用军队,他用老多方长一般的老百姓, 他跟你打人战争,他不是共产党,不是共产党,也不是解放军, 但是,他是中共侵略香港的限度部队,他确实发挥了这种角色, 而那方面,一群在香港的在野党,没有先人,没有其他理论, 没有东西要顶住,固承成帮论是这种,一方面它是基于那种人爱, 人心,不愿意大家入行之分,不愿意看到一个, 尽管大陆是蛮迷,但到底他以前还是华夏,还是讲华人的, 但现在是写简里自己讲,讲胡语,或者讲一种很坏的汉语, 很坏的北方官方,但到底他有一点点的华人的血统, 华人的很好的或者坏的习惯,所以也基于这种同情大陆人, 同情共产党,不要跟我们一起死吧, 你把我们害死,有得不得好处,你以为一直害我们不死, 所以一直害我们,但其实会被我们害死, 要是我们不抵抗那几年就会亡死吧,就没得亡, 那时候就看着香港,满着那个死掉的香港,突然, 直接在那里,没有香港做一个超谈,终于一个超谈, 这个一个转开, 这个策略是这样讲,但其实是基于人爱, 就互相保存,也希望大陆人和大陆政客好, 跟大陆的政客好,跟大陆的党官,绝物了, 不要這樣害自己,不要當香港的自己人,不要這樣害香港,也害香港得不到好處,不止。 所以,一談到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命運,香港不單是香港人自己的共同命運,也是更大陸人的那種命運,都會打在一起。 因為政治合作和經濟合作的人,都會打在一起。 不止的話,我在香港提出的文化復興和文化主體建構,是回到老華夏、王朝中國,甚至回到想像中的先前的時代,周天子的時代,夏商周三代的時代。 但那時代當然是漢朝來迅購的,但起碼就幾千年來迅購的時代。 因為它有實際上能夠緊張的、做事的合理性。 因此,回到一個沒有現實存在的老華夏,那老華夏已經沒有了。 現在我們香港說,我要復興香港的文化,我要復興香港的東西,我把它命名為華夏文化,或者革新的華夏文化。 這是一個描述的名詞。而這個描述的名詞,對於大陸人來說,不是太反感。 對於香港人來說,要是他知道的內容,其實就是香港文化。 香港文化加拉拉扎扎的東西,好好拍拍的都是華夏文化。 而我穿明朝的衣服去舉行自天,也是華夏文化。 我容許一般的女人用素菜來自天,這是大力的道理。 在大陸復興的那些所謂的寄天,所謂的班那些清朝人在寄天,都全部是男人。 我們台灣寄天大概也是幾位寄天, 沒有女人。 但是我的那個寄天寄天儀式是組織跟組織的人, 一般是女人。 我是說,在旁邊斷藏。 我特意這樣做。 我說這就是華夏文化。 華夏文化是陰陽合體嗎? 以前的漢朝,以前的周朝也做不到一經講的陰陽合體,或者陰陽的平等。 所以男女平等是華夏文化,是根據意經。 當然這不是意經的正義,只是正理。 但是沒有人跟我辯論,老國學家都輸了。 不然你不敢出來見論,因為這些東西通常常看的。 所以就暫時由我帶領我的卡書。 但其他人就知道我在幹什麼東西。 其實是幹現代的東西, 蘭土朗華夏的外衣。 而那個外衣不是太壞嗎? 也是講人心,講男女平常,講陰陽合體這種東西, 天然合體,不是太壞的東西。 而我的華夏文化的政策是皇帝上帝, 皇帝上帝的崇拜。 經理留看,有個所謂的皇帝上帝就是上帝。 我也不是說有一個什麼先知,有一個什麼教傳, 大家用直接跟天聯繫。 你覺得他是上帝, 比如跟他上香天的雕頭, 就是挑出一個時候。 你只是想不可以。 難道他是零四四年神像? 也沒有聖經。 有一點書經講的, 各種上帝和各種成績的東西。 這次介紹我就是, 模模糊糊地把現狀連繫起來。 而在實踐策略上面, 其實我是反應或者期待著我反規的反民, 或者是民主派改變。 改變動作。 多多少少的, 哪一點文土, 哪一點文土增長的東西去用。 他夠白虎, 他沒有所謂的, 反正大家就說的是文土。 民間連清風的一些土工, 哪一點點去用, 要是他們夠擔, 他們夠擔, 要從中共那邊拿到一點點, 鋼土暴力的本錢, 他們也可以這樣。 只是說他這個, 他跟模糊的複裂是做一個非常性的政治聯盟的建立。 建立之後, 怎麼可能會比較好? 建立了這麼多理論之外的理論, 我們在理論有看到理想的目標嗎? 然後有那個, 我們也看到, 剛剛有人講的一些關於, 他對於在講到事實屬權的問題, 然後我們剛剛有一些將分別的問題, 那如果說之後等於, 還有一些其他的朋友, 如果有問題的話, 等一下我們就開放問題, 提問, 然後, 第一輪是三個問題, 然後每個問題差不多一分鐘的時間, 大家在這一個一分鐘, 你可以做我們訪問, 也可以提出你自己的問題, 然後我們三個問題, 問完以後, 我們再開始, 然後先第一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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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有嗎? 好, 等一下會越來越多喔, 應該整 episode一開始, 這邊有沒有朋友? 有問題? 超火II的那個節目。 蛤? 他現在這麼客氣喔? 好,這麼客氣,我們就要嫁五六人來講第二段 如果講就停,停不下去就好 沒有,我三分鐘沒有,我只要同一個華夏的問題 好,老華夏問題 不過這個老夏問題,剛剛讓我們講到鼓鼠 鼓鼠也是用自然狀態,來去批評所有的社會狀態 所以到最後已經支持自然狀態很重要 因為重要是自然狀態不中斷 它可以用自然狀態的創意的評論來去批評所有的社會狀態 所以它背後有一個價值的影響在背後 你再做這個操作 別吃 你不要躲,你突然變學生了 來,一位 來,第二位 還有兩位,還有第三位 好,然後就先開始 我想請問陳老師一下 就是剛才你把現在 然後先把一塊說,對於台灣的看法 那就是說在 3.18年有什麼時候就是說 我們進入香港,民進入台灣 或者說希望能夠再用香港的經驗 然後我們台灣要有一個足距式的存在 要讓台灣陷入一個香港化的危機等等 那我感興趣會說 在你的想像裡面 在台灣的 您看台灣的獨立 看香港是有什麼樣的關係 他們是有關係的嗎 還是你認為說 他們可以沒有關係 台灣可以發展出自己的一個獨立的說法 然後 然後 對兩個關係你的都是怎麼看 謝謝 你的聲音要大一點嗎 我想請教一下陳老師 保留到香港的城邦 其實就陳芳來講 台地都有一個主張的審計 那你一定要出過一些 對陳芳這個體積 可能人數不一定的開業 然後你也需要借我們這個審計 陳芳有一個人數 比如說 呃 對 因為那個陳芳的概念 對於古業者 古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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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手的環節 陳芳是很小嗎 那個五千多人 我也在幫他同意一下 沒有 那個中世紀的陳芳很多國家 他因為陳芳有一個main city 之後 他還堅定周圍的內好 所以陳芳校說的懲罰 其實是失眠主義 你相當為理 失眠廣東的懲罰 所以是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等一下讓他來解釋 你這樣解釋完以後 叫做派害死他 好 其實我真正想請問的是說 在你這樣的基礎底下 你對於陳芳難民潮的看法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你對於那個公民資格的政策 相對來講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你 要 具有的一些懲罰 所以你要談判吧 好 對 對 所以要慢很多 譬如說台灣 可能會成為一個懲罰 你是不是像你 像他講的 有福利的懲罰 有這種懲罰的名字來看 他所以他有大小的問題 那再來第三 會實在這樣 好 我想請陳芸老師 多談一下 他最近出版的散文集 比如說 像《香港大靈力》 和 談論物件那些 新舊物件等等的散文 還有 在面書上的貼文 這些比較 performative的 就是這些 文字跟陳芳論的 文字的 俠文字或Gousel ressent 對 就是在譬如說 比較可能會 有人說比較兇悍等等 就像我忍耐說比較兇悍等等的語文 就是那些文字之間運用的關係 你是比較問他說 背後的 為什麼要用這麼兇悍的文字 是 還有 我比較想問的是第一個 就是《香港大林密》那本書 就是有談論一些物件 你說 香港以前有舊的物件 香港的舊的工藝等等 這些是 香港城邦論的 能不能算是外圍的理論建構的一環 就是建構一些 好 再來一分鐘 好 那我們就有先回答 有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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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台灣獨立的看法就是 台灣其實要重新建復了 我們獨立的案子要把外來政權 就是國民政府把它趕走 來去除 國民政府就是民家可憐 他已經找不到辦到台灣了 而且他辦到台灣 儘管有些壓迫 但也帶了錢過來 帶了人才過來 還有機器 還有軍隊過來 他有點壓迫 但而且他留了這麼久 他的族群的融合 變得難分 所以很難把他掌握 不只要做的話 就是把以前從大陸帶過來的制度 帶回來的憲政和憲法 重新留下來 自己來重新確認一次 而這個重新確認的過程比較簡單 因為中華民國是 他建國的時候的構想 是一個民族建國的方式 不只在大陸失敗 因為他一建國之後 就出現了軍華自治 就是清朝滅完之後 中國的自治的俊憲就出來了 因為中央政府的天子不見了 各地的軍閥 就是他的文藝集團 變成小小的自國 那麼民國就在被罰 他搬到台灣來的話就簡單多了 台灣的群群比較簡單 他的省殖文化比較簡單 也有這麼重的那麼複雜 不只中華民國那種 一種單一民族的建構的國家 搬到國家體制 搬到台灣來是很適合的 而且是我在書裡面 整半分二裡面寫的是 台灣救了中華民國 但是中華民國沒有天台的話 他就在大陸消滅了 有沒有共產黨他就會消滅 他就會變成一個 一個民存十萬的民存十萬的 民存十萬的一個體制 就是軍閥各級私自 而是蘇聯、美國、藝人 各自都會在更基的軍閥勾結 所以中華民國就是一個獲得中華民國 不只在台灣實際上發生的 要做的是重新建構 重新屬成季限 而重新季限也不是說 因為有一個獨立運動 就是從文化上、從憲政上 從很多東西慢慢的有條狀線 慢慢的定 孫文山留下來的東西 要不要整套進行下 和不和台灣人的事情 感情 這就是我對於台灣土地運動的看法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城邦要小的、要大 人口的問題 當然是越大越好 現實上的城邦是小的 地國是大的 但地國不要遵犯那種精銳的 死不利、無異罪利 他很大是小的 他是兇漢的 他受到打壓的時候 反擊、反彈性的大 他可以一起欺賞 而大的帝國 他受到打壓的時候 他會連身賞 他會跑到哪裡回去 沒有打壓他 他也跑到哪裡回去 不止 不需要打壓 他來到香港 因為他要利用香港 香港人稍微反抗一下 香港人會推翻 因為他的東西是沒賬金的 他來香港要的東西是 他不應該要的 他按照政府的地方 他跟香港的反復 和香港的政規的競爭方式 他們是大陸人來香港的各種 他不需要用那種 西西湖的外風邪道的方式 他一直在正當性上 可以的反鬥 而在重循的 內軍力 他們可以跟他鬥 儘管 會給他打死 但是 現代共產黨也不能打 不是說不能打他們 不是他們不能打仗 他們已經沒有那種凶悍的老革命 那種內容 沒有出來 不堪一擊 我見了通常很多時間 很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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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很以前 那個袋子裡面 還有袋子很多很複雜 我連我的BNO也沒有去的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 我比你們還要戴中國 我原本可以在德國 入籍的不要 BNO也沒有 就是我聽過海外共鳴 我看台灣也是用正宗的 我覺得是正宗的中國舞照 基本上那個中國舞照 是目前是由中共代理的 但是那個到底是由中國舞照 所以 所以就是用 這個就是 一個小情幫的那個大的 鬆散的 沒有愛國心的一個 對抗的方式 在香港 這種還有 國際法 還有他很高的 金融城市的那種保護 之下 跟它鬥的方式 不怕死 另外一個鬥的方式 當然就是跟通常的鬥 鬥的話 就是跟犯人的鬥 你把幾個犯人打垮 我把國人丟了 因為我在香港丟了美國人 丟了美國代飯的人 看到我們多麼嚴重 我現在做的就是這樣 這是做給共產黨看 我把飯店鬥下來 鬥考 我把學年說我去年 我不是當分成黨 我就說你共產黨都做不到東西 我成員做到了 沒所謂啊 就是說 反正是我有分子當 就是說你共產黨做不到我 我給你說 你這個江山要不要給我打 你看 你們有個派飯就要打 打得要跟我一起討 這就是跟通常很多的方式 他們不敢直接打你 他們要判你 我帶你們上槍嗎 我給你們打 我打給你們看 我帶著兵馬 儘管是幾十個人 我出去呢 衝鋒陷阱 把幾個人都拿了 站在地上 你看 四半年的人都在這裡 你要不要給我全力 你不給 美國就進來 我就退了 我就死掉了 你們拿到這個焦土 這個就是策略 你說是很殘忍 很滑稽 這也是很滑稽 所以是做事 這就是第二點 對於那個 那民朝的看法 什麼共產黨的審查 這個我是跟泛民和一些主教的主義團體 是另外的 因為 這個東西 也是對到那個Civic Nation 或者是 國民的建構 和不足的影響 在過去的話 南宁進入的國家 入籍 融合了 儘管他把某一點點 他自己的籍兵 和國的影響 但到底它是 新的受農國的國民 但是新的潮流是不同 因為聯合國定立了 這個所謂 公民權利公約之後 很多國家 自己本國立法 立了一些反歧視法 少數同意的保護法之類的 而這次少數主義 已經進入了一些 強調 有實踐的公民權利的國家 他為什麼要另外 涉及一些法律 來保護自己的 少數同學的權利 來不受歧視呢 而這種保護少數的法律 一旦監熱之後 就有很多律師 很多社會界 很多福利界 很多社運的人 為了保護這些少數主義的權利 和政策關係 政府一定會輸 或者社會的人 要跟他來對抗 一定會輸送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這些少數主義的人 因為受到這些 本國的少數主義的保護法 不只他們拼命地保存著自己的母國的文化 而且跟母國聯繫 而且母國一旦不幸的是一些極烈的 或者是一些有強烈的國際幫助 行為的母國的話 那那些受母國就糟糕了 就好像法國、英國 或者美國 受到完全受到的條件 不只香港這麼小的東西 小的警方 小的特區 小的特區 收了一些很多的大陸的新移民進來 而且大陸的新移民 因為有少數主義權利 新移民福利團體 有一些是中聯辦 在後面親邀的 把他們組織起來的話 他們不會容忍到香港去 到香港的投資會去 他們會拼命地保存著自己的少數主權 或者在新移民的文化身份 而不容忍相反 不只的話 我是反對少數民族 和少數主義的全民法 這是法律的 就是給他們那些更多的貨物 在司法的運轉 他們會把一般的公民權壓下去 比如說 我在香港 反對新移民這個東西 擺在加拿大的進監法 就是三個黑市一群 很多晉慧大學的教授都這樣講過 你曾經是欣運了 香港沒有利益 這個少數主義的保護法 一當一人 你根本不能講 雙廢人進來香港 一些學徒 從深圳進來香港 走水或走私漏稅的 進來香港 你聽聽他 你是觸犯了他的少數權利 你馬上要做了 什麼關係都不打 你肯定輸了 謊謬 謊謬 一個大帝國 侵入一個小城邦 要受到謊謬 他的人權很高 故此 在香港特別的情況下 那個 那個 小數族群 小數族群 和大名的公民權 跟另外立法的謊謬 謊謬 一般的人權法 和普通的謊謬 而第三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在面書裡面這麼凶悍 因為凶悍過年 我本來不是那種 很負責 但是比較盡心於 上流社會 就是中產社會 我曾經在上流社會 就當過高官 那就是 有了關 白軍之下 那種 凶悍過年 第二呢 是做給共產黨看的 你看 你們共產黨丟掉的人 就分開了 那種知識 那種老幹部那種霸氣 在我從上看到 親切感 親切感 幹部的親切感 這樣的話 他對我們信心了 在我身上才看到他的打法 好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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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 你們不放心嗎 你說我不獨立 我不獨立 我反而要統治綁東的 有什麼力量 我要侵略你的 我要統治你 當然要你統一 給你管 好過我管 給你管 我看你死吧 更好 給你香港福利更好 我的錢存在香港 比如在美國更安全 不能引渡回去 你的政府跟我的政府有默契 我的高官 我自己 有中國元首 因為香港真的有自治權 變成了自治理 我的高度自治的地方 高官的錢放在香港 非常安全 美國你要查稅 我香港是無力的 或者甚至如果我把 港美的引渡關係 引渡法 我都取消掉了 你根本在香港抓了你 只要脫失漏稅 走失漏稅 走美國 所以逃到香港 有時候都開心 有解放軍來保護 有香港特區政府來保護 這個才是共產黨夢想的 天堂 越來越晚 我們剛剛進入到 那個 成員深夜的時間 那種 暗黑面慢慢要出現 不過我覺得這個 今天才 他跟陳雲老師有提到說 我去找他的城邦論來講 其實我再 想讓我在中間的訪證 都還可以下台下來 這個事情呢 也當然造成他很多的懷疑 為什麼其他人不行 他都可以 那當然有兩個解釋方面 一個解釋的理由是 他可能跟他們有 民眾府共產黨很喜歡他 按照他所講的理論 第二個呢 也有可能他們之間有一些 合作的關係 或者是 他可能是 他可能是利用成民的方式 來打擊其他的人 這幾個可能都有 那只是說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觀察這樣的一個現象 從他講話的過程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不過我覺得 這個現象應該很快會結束 等他那個本土正當 那個契約正式出版的時候 我們看我們能不能嚇得到 本土正當 大概就知道了 對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三個問題 好 來 來 我們那個 瑞人忍不住的太好了 不是 因為 因為剛剛 因為剛剛有 有問題 剛剛有朋友問到那個 陳老師對台獨的看法 那各位台灣的朋友 要是聽到他的講話 一定覺得非常奇怪 要違和感很強 竟然如此 寄希望中華民國 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已經成為被侵犯鬥爭的對象 真的是這個樣子 事實就是如此 來講 新孫中山 進了每年 二二八的時候 全台灣的蔣介石 以及各種頭像 都要被噴 都要被撒氣 已經到這個地步 那我在想完 意思是說 陳老師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論 就是華夏論 因為突然衍生到他們有講 希望台灣獨立之後 他們都跟香港一樣 聯合成為一個華夏的邦連 回到了上古時代 天下裡面的主邦連 各成方國家之間的聯合 它的連結基礎是華夏文化 可是很抱歉 其實在台灣的Case 華夏文化已經 竟然要毀滅到了 已經整個崩壞到了 一個很深的地步 而且台灣從日治時代開始 出現第一波民族運動開始 民族主義到現在 從來沒有一次用華夏論 當作文化經過的政策 這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為什麼 日本統治的時候 日本人支持華夏論 日本政府支持華夏政統 日本就是我剛剛講 他用小中華論 他們才是華夏政統 所以我們認同天皇帝 我們認同皇帝 所以他是這樣 所以台灣的民族主義者 必須批判那個華夏論 所以他就選擇了 現代化的各種各種主義 以及跟國際結婚 然後後來又慢慢走向本土的混血 然後到了戰後 跟國民黨一造反 那個228之後 更是要跟從國化經濟的線 然後後來就往台灣本土的資源去尋找 那台灣本土 你剛剛說很單純嘛 台灣很複雜 台灣的原住民族有十幾族啊 還沒有 如果在加上現在還沒有被承認 如果全部都承認 加上民族 台灣的原住民族 可能有二三十多 而現在因為民主化的關係 這個各個族的認同都被重新進 這個委員 所以台灣現在變成一種 複雜的多位族群的 所以華夏論跟天下與地緣的那種 完全行不通 在台灣的情況 還沒有一樣 但是為什麼 除了這個台灣族群複雜之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意思是 國民黨過去拿出 他在台灣也玩華夏論 對不對 他的華夏論是壓迫工具 他用華夏論在台灣強制去做殖民同化 壓迫意識形態控制 結果導致了民間對這東西很強烈的反彈 他被視為是一種統治的工具 所以大家會去清算跟批判他 On the other hand 在香港 港英政府扶持這個中文大學 中文那個那幾個 唐君毅他們這些 然後這些領南遺老 然後去維持所謂中華文化 目的是為了要防止被中共影響或怎麼樣 反而形成了在香港的位置很特別 所以香港到現在可以用這個東西去抗共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都是抗共的象徵 但是在台灣呢 華夏文化被國民黨完成了那個 一個那個 替國一個壓迫的象徵 所以現在台灣的人民呢 恨不得不把他這裡解剖掉 然後現在大家最多會說 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那台灣文化包含了中華文化 日本文化 還有荷蘭文化 還有西方文化 總統等等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意思是從這個角度去看 台灣恐怕那個 第一個是文化上這個 整個的那個 台灣獨立之後建立 然後跟香港形成一個 華夏邦敏的構想 恐怕不容易成立 在台灣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台灣基本上 其實不代成叫做講 台灣這邊已經結構完成了 中華民國已經順退 剩下的是功能性的意義 它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外國 給我們借用 已經全部被本土化 被人民搶過來 它已經完全不具有過去那種 心身上的意義 已經完全不存在 OK 好 那你說在台灣有什麼 是有市場的 我個人的主張 反帝統一戰線 反對這個中國 中華帝國的統一戰線 恐怕會有一個 或者是民主統一戰線 海外會的那一個 我想簡單把這個華夏的文化 所以說來做一個趁勢 在台灣的邁國 這樣的話大家選擇比較 我是作為交流 橋樑的角色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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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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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所有的先秦的諸子的經驗 我們基本上都會念 而且我們知道背得很熟 可是我們現在的如今 剛剛念什麼 今天人家要用背的一個 叫做《靈靈大方天》 可是我們在網路上還可以下載 他其他要背的其他會考的經典 第一個大家聽一下就是 父母恩重難報經 第二個是 迷惡救苦真經 第三個是太上清淨經 第四個佛佛師尊行事廟文 第五個祝陰純陽子心經 第二個禮運大方天 第七個師母儆來 第八個文語百句 第十個身運奇夢 這是一貫道 這哪裡是說華夏 我們在講說 那還是什麼對不對 因為現在在這個時候 我們在講華夏 到底什麼是華夏 華夏文明 如果今天剛剛講的是 有個老華夏 那那個華夏是什麼 會不會是一種 政治藝術形態所構作出來的華夏 或者是一個被政治利用的華夏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講華夏 當然這個問題 也可以回來問陳雲老師 就是因為其實你 我覺得你講的一個很 有一個策略性 不知道有沒有往下走 就是華夏跟西方華 都跟文化 這三個結合在一起 要往哪個方向走 這個問題等一下 我們再回答 我們再開放三個問題 三個問題 請問你給香港大學院的同學 來 好 一 來 再來 二 三 四 好 來 鐵字先 好 那就張鐵字先講 好不好 陳老師的主要問題 我還是想請教一下 因為不太清楚 我覺得剛才瑞仁第一段分析得很清晰 就是說瑞仁基本當作為香港現在是沒有國家支持 甚至連水不在東西 那可是陳老師認為香港現在是有國家支持 當然是你 所以你的主要觀點好像是香港現在要做的事情 一個當然是趕走大陸的人 一個鬥倒的民主派 好像這樣就夠 就可以上位香港支持 但是對我來說可能不夠 我想知道你要怎麼改變 中港的基本關係 因為如果那關於改變的話 其實我們都看不出來 它有一個真的獨立的建國的可能 譬如說基本法 我不知道你太恭喜 那在我看來 我個人想覺得基本法應該是 不要去承認這個基本法 因為基本法基本上是 將來要有新的支線運動 這才有可能 尤其要提出一個改變現在一波兩次 這個才有可能真的走向 可是現在我比較少在陳老師有沒有看到 這個對於制度性的討論 這個是想請問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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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那個 在東起點 有經營 山東山子學連 全民視潮等等 那你說 就是 那 那你說那個 就是他們這種非暴力的抗爭手 就算圍穩派民 主中要武章 要武有抗爭 那請問 那你在段中起點參加過 正中的聚會 即使那 您用做什麼 吳俑有抗爭 那另外呢 就是 喔 開始囉 你來給他一個掌聲 來不然 因為我本人呢 是台灣人 那我卻 那禮拜五買了飛機票 去坐在那些 站中市的那一天 通常叫您送一個香港人 那這麼關係 香港時是您 實際上有參與多少 因為有人說 您是一個 keyboard fighter 好 你要不要解釋回中文 你要不要解釋回中文 面盤戰鬥 對 對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盤戰是 這個盤山鬥 這樣 這個盤戰是 因為我 就是這個人還蠻實際的 我喜歡吃你 做那種 因為我在中國出台後 發現到一件事 在中國是看得到 臉書包跟 中國時報共產 所以我看到這點 那您的文章 可以直接在 中國收集到 這件事讓我就是 非常的好奇 就是我自己知道 再來 蔡老師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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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 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城邦 的話其實蠻 非常仰賴 中祖國的支持 或者是默許 那假設 中祖國陷入危機 或者是分裂的時候 那這個城邦 可能不得不選擇支持 某一方的分裂方 或者是 自己選擇獨立 那如果在 這個情況下的話 假設要 假設如果香港要城邦化 或者是 獨立的話 您會 支持 就是香港可能 往外擴展它的範圍 因為 其實說對於現在 香港來說的話 它本身是沒有辦法自主 或者是自我防衛的 然後 大聲一點 大家好 我是 這是香港的兩基地 我是港大 就是 學院的 兩年前的重編輯 那 我有 跟我的編輯一起寫 那個 香港民族文 然後我們就來到台灣 去聽不同的講座 跟大家去交流 然後 我又 有一個問題 給吳老師 就是 大家都 把 放大一下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又有一個問題 就是 在 香港 我們年輕人 就會看到 一國兩制 就是一個 統治的工具 我們覺得就是 在一國兩制底下 我們 民主化的進行 是非常 緩慢 然後 中共會用不同的手段 去收買我們的 就是不同的官員 或者是我們 大概是 泛民他們在 未來的 民主化的進行 在有進行 他們也想要收買掉 然後就是這個 民主化的 就是 未來就是很 灰暗 然後 我們寫了 比如說 我們在 這個 民主主義 帶到 香港裡面 我們團結 香港人 這樣 以前的 一些 非常鬆散的 公平社會 團結起來 我覺得民主主義 是一個 新的 解決 然後就是 但是 中共帝國 這個 客觀的環境 還沒有改變 然後 我們正在 以前的過程 就在想 我們改變 年輕人的 思想 但是 他們 面對了 中國帝國 已經 就是 非常長大 那個出入 好像沒有 比上一代 的人好 我們寫了 新的 不同的 背景 然後 但是 我們 面對的 敵人 仍然是 從一個 非常強大的 中國 我有 有時候 我就會想 就是 香港的 速度 會是什麼 然後 我們的 手段 可不可以 有另外一個 方向 也是 我在 台灣 去 學習 去 交流的 問題 有四條問題 我明白一條是給我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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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下民主的 實行 法下 信仰 和群人 要是 上天 為氣 這群人 他 要是 怎麼走 他 應該會 指引 你保留 就是 就是 我的答案 很簡單的答案 看天 看天 你要是相見華僑人 你必須相見天命 你不相見天命 你別談華僑人 儘管是一般道以後 他也相見天命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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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被你信仰 其實是信仰 你不談信仰 你也遇到我 當大集團 當他當老 那你不當你 方便 一方面 一方面 怎麼樣改變 中港的關係 就是 制度上的改變 就是 凌俏碎打的 反反新移民 反對 都是日本的侵略 目前的話 做不到那種 大議題的反抗 大議題反抗都反抗 一方面 一方面 一些在野黨 就是來辦理 他們 他們的反抗 當時是 一直有什麼效果 你做大議題的反抗 你必須要有 努力升級的準備 才能 用一種 遇事豬粉 一種 的後果 來壓迫他 令他太改變 所以 目前 香港的 人民 香港的 政治大陸 沒有這個 規定 準備 他們 這個是 違反的 而且 不需要 我做的方式 就是 民俏順長 打圍籍 他能派什麼人出來 跟打 你把那些 派出來 走斗打掉 他主力不敢出來 香港司法制的地方 走施生會 他現在甚至不連 土工 民間連自己也不能 不出來鬧 或是拍一些什麼 清官會 或一些什麼 時代 那種 既不是政黨 又不是政 又不是社會 人 鬧 他用無名式的方式 能鬧 就是 他主力不敢出來 只是拍一些 散兵 你 你就把他散兵 打掉 就是說 一種鬼 躲在背部 他不敢出來 他只能 用假身出來 你就把他假身 打掉 他 他不能見光 他是鬼 就是 我的什麼 要是說 我的大靈異業 我的神鬼 的理論 怎麼擺在政治上 就這樣擺 那他哪是鬼 他不能現身的 他只能用假身 他現在的假身 越來越少 因為民間人 吐空也不願意當他的假身 以前吐啊 大家看的這個打差不多 是不是也多 警保不知道他 這什麼 什麼樣子 起碼是 不可能騎不下去 第三個就是 我是不是 鍵盤戰士 而且我鍵盤戰士 以後沒有 你別以為 我在耍酒提 沒代價 起碼要被他抓到 抓到警察 就去問話 當然我知道 那些問話是沒有 那幾個查看 給我個收場的機會 也給我個洗脫 是通常的建議的 這個問題 我也沒有理通常的 過得到的 我的案件 就是反共 但是沒有抓我的話 我就可以這樣 接受 就是說 用理論 用那種願景 用刷嘴提 給信心的方式 能令到一些 零零散散的人 組合起來 跟共產黨派出來的流落 派出來的散兵流落 派出來的回影 跟他打 把他回影打掉了 就是散兵流落 就是民間的散兵流落 又退了 回影出來又打開 目前他只是做散兵流落 用這種方式來打就夠了 這種方式不需要一個領導 一個大的組織 而需要一群勇敢的公民 一群勇敢的公民 他的行動是有正當性的 反對收水落 反對那種收入稅的 過來擺迫的 反對來想要搶學會 搶出生權的 這些都是正當的反抗 而正當的反抗 他需要的 他不能做 是因為有犯人建設 而包括一些大陸人 你包括大陸人 我就打半年 我打半年打得 你共產黨的要凶 因為共產黨 到底要留他幾根面子 半年敵人有面子 半年是自己 自己人打自己人 自己有面子 這是中國文化 大家文化 親屬不一樣打壓 沒關係 打得很凶 因為這親屬 跟敵人你要小心點 留幾根面子 所以很多人 你了解 為什麼我 麻煩 你麻煩給共產黨 去問 這方面有情 第三個就是 為什麼我的文章 在大陸看 這個第一次過癮 第二次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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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文章 很快 明天就有出出 這給你幾個癮 就按照我們學生會的習慣 除一個字 所以 全英更變成人吧 全身主導 那就變成人 而且大家都知道 雖然當時沒有互聯網 但大家都知道 要是你交的成人的話 就好像中共研討的 其實不是一樣 將來的話 你的名字就可以 魚目分足 大陸人就 以為成人才是 或者是 他在網路上要辨認 成人這個 關鍵詞的時候 你們能把所有的三票 所以三票 就把人老的三票 當然他們有辦法 辨認 這些笑話 另外就是 因為我在香港的文章 儘管是批評共產黨 但我也有套東西 有一套 顧慮到共產黨命運的 遵守 要是 他把這個危機 顧慮到共產黨存在 顧慮到共產黨存入的 現在 當代的 打掉的話 他能對這個 是 他現在目前是 依賴著我的理論 但是要 替代你的 就是 就是 我在網路上講的 承包的 Pan B Pan A當然是 Pan B就是 共產黨利用承包 身上 太難後 慢慢 他的大物人 夠了 他那邊 給你支持 因為都是跟黨 或者跟黨有關係的人 給你獨立也可以 其實就是有個好多次 是分度 但是 假包的 但是他比共產黨做事 做得更方便 更兇奔 對美國利用的法治 這個東西 這是對共產黨交易的 當然 誰勝誰負不知道 或者打過平手的 政治就是 這個東西 你設計一個 遊戲場 或者一個遊戲 必須要顧慮到對方有機會能力 我 反彈共產黨 我必須要設計到 我把共產黨打敗的 我把共產黨打敗了 他要死 比如民主中國論 就是把共產黨打死 儘管他明記會成功 他的結果會把共產黨打死 但我的成方論 我的邦聯論 我打贏了 共產黨還在 而且還在得更舒服 現在怎麼會更舒服 這麼再去看看 比你往下吧 我看共產黨大愛 就是 就是這個態度 我們現在就是 第二個結束了 然後 我們現在就讓你們 各自在 五分鐘 的時間 然後再 第二個小節 然後我們再來結束 好不好 其實我 我最後的回憶 回憶憲評 然後 好不好 那個 我實在非常佩服 指明教授那種 大家知道 談笑用力 就是 我們台灣隔一個海 還覺得這個壓迫很大 你知道嗎 那曾經就很不愧是 這個 國師跟教授 他可以把 他可以把那個老革命 玩弄於職 所長之間 可見我真的是一個 我是臭老酒 那個 蛋 蛋 不過 Anyway This is also it's strength 就是我的 力量的來源 沒有辦法 原來風格不一樣 那 我回過之後來講 我回到剛剛 剛剛問我問幾個 這位是梁靜庭 他就是那個 香港民主 自覺內情 學院總統 他們 丟出來 那時候他們才過 11歲 到11歲 丟出一個石破天徑的 一個香港民主 比較自覺的 那現在 駕駛駛隔了一年 我問我說 怎麼還有香港 Defense It gets worse 是不是 那種感覺 沒有啦 我跟各位講 引進香港本土 認同這條方向 從陳教授開始 這樣一系列下來 這個本土的香港 建構香港 本土認同 來抵抗中共的入侵 是絕對正確的方向 但是你 takes time 你們的問題 唯一的問題 幾乎不是時間 台灣花了一百年 你就從1910年 再後期到現在 將近一百年 台灣再形成一個 一個國家 從提出台灣民主知覺 到現在台灣 實質上自覺 一百年 那香港 可能要在十年 或者二十年之內 要完成台灣人 一百年 再完成這個事情 那怎麼辦 要很加速 要非常intensive 可是 做得到 其實不是完全做得到 我舉個例子 陳雲寫 香港城邦論是 2011年 2014年 你們出了民主自覺 還有民主論 2014年 曠建明的 港英時代出來 可是我看到 28歲 29歲的年輕 寫出來最好的 關鍵指令 英國人民統治 古歷史書 今年 下個月 曲承恩會出 香港民主人流史 這本書 就等於是 香港人的 王玉德的 台灣苦悶的歷史 或者是四百年史 一樣 從2011到2015 四年之間 出現了四部的 中級的本土論述 香港的整個的 本土論述的 那個 爆發出來的速度 有多快 各位有沒有想到 不是只是幾篇 那個報紙文章 你如果再加上 網路上的那些 文章壓高 等等算起來 你可以看到 那是一個 erruption 是整個的爆發 而且它爆發速度非常快 一本一本就得出來 而且 分量越來越重 我在幫徐晨晨寫寫完了 非常厚的一本 整個的很厚的 那香港人一旦 開始有了歷史意識 香港認同 就越來越強 現在香港人的問題 是說 OK 所以現在開始 又有歷史出來了 好 所以說你應該四年 就這樣子了 那你說十年內 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覺得十年內 可能就會出現 整個landscape 會改變 去年 那個學年 如此的聲勢浩大 學年現在快瓦解 瓦解的原因 主要是什麼 因為這一代年輕人 希望 他們確立香港本土認同 在這個基礎上 重組一個 他們自己學生的平台 沒有錯 應該是這樣沒有錯 疫情在進行 你可以看到整個速度變得多快 然後現在是上一代歌舞上 或者情感上沒有辦法 拋棄到中華 年輕人站在第一線 跑那麼快 所以他們需要是時間 那我 問題是什麼 中共給不給時間 中共給不給時間 楊錦強 楊錦強說 香港近年就會死了 他說23條 欸 欸 他在哪 抱歉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 抱歉 我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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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通過23條立法 香港會出現 類似判亂罪 這樣的一個罪行 到時候 現在有的思想 自由什麼都沒有 所以對我來講 我是覺得是這樣 你需要時間 而且但是需要時間 可能跟台灣比起來 會短很多 因為我覺得香港的速度很快 香港的數字很強 然後受到政治壓力很大 很壓縮的 短期間在成長 成長速度非常驚人 但是還是很危險 因為那個 所以是有可能 中共會加住那個 23條立法 國安立法 結果香港人 一點點 去發展你們自己 論述跟思想的 自由空間都沒有 好 就是 那時候你們就可以抓了 好 那怎麼辦 其實我認為這時候 香港這些人 需要香港的那個 現在的一些 好吧 三、四十歲以上 壯年的 政治人 文化知識分子出來 守住一個底線 守住一個 然後讓這個 這個管理法不能通過 維持一個基本 香港的言論自由 以及像陳教授 現在也可以自由進出 這一類的自由 維持住 春個十年 這一代成長 然後大家 論述更成熟 戰略戰略速度更成熟 然後跟國際上交互 這樣才有辦法 所以短期內是要 我認為短期內 是一定要這樣做 那怎麼做我認為是說 恐怕 現在必須要有一些 溫和派 要出來去 繼續尋找體制內可行 道路 然後另外 勇武派 我認為勇武派要持續抗爭 然後兩派要有一個辯證思考 之後 我們之間是站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相互合作 一邊要有激烈的行動 一邊要有溫和的行動 合在一起 想辦法兩邊 去跟老公娘談判 一定要這樣做 然後爭取一個時間 至少要十年 至少要等到你的PhD拿到 至少要等到你起 你一變成一個有錢的律師 至少要等到你們這段成熟 才有辦法 不是這樣認為 好不好 那沒有辦法 痛苦奏苦的人 沒有悲觀的權利 那OK 所以因為這個 很抱歉 但是陳雲教授有一個好處 他會鼓舞大家 說中共沒什麼了不起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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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美 學校 OSE 香港人都不會有二人參加力量 香港人都能搶和搶和 因為香港真的是法律 然後在香港可以把法律審刑者遺憾的罪 你要把證據拿上去 你要把證據拿上去 用軍縣法的法律審判 所有東西都很難 不曾有 另外一方面就是 很多的以前的23條立法公司 其中一些是三共內政法 要定罪的話 要說是年紀的論證或證據的國際 要是跟國外有關係 然後不可以說是判斷 或者是判斷 這個的話 香港很多人有的這些對決 但是國際的追逗 有很多的聯繫出來的拆票 跟他說的NGO 有NGO的論證 有NGO的論證 所以 一到了香港的司法層面 的話 都不能動手 所以 他現在就覺得 能不能把大陸的保安法 移到香港 當然這個也有 所以說 在接種上 他可以在香港 亂來的 都是非法 他不能把大陸的保安法 然後就把美國的保安法 除非方法 然後法律審判 香港的話 香港不再適合金融公司 要是他這樣做的話 除非他以前 只會要 要把全球化 全球經營 全球經營操作 但是他靠全球 操作 另外就是 他要是 要是要削香港金融公司 這個公司 他的能力必要變成 自己的市場 商品也變成香港 一旦 一旦 人力必自由 所謂一旦 商品也變成 他在國內的金融公司 的話 跟上黨 會是會進行災難 因為也是跟上黨 會進行賣場 兩派就會跟國際的金融交通 合在一起 把這個交換 不止 考慮到基本複雜 都更吸引香港 繼續講 我相信很多台大 以我為進行 所以 明天 台大的 法學院 國際會議題 晚上 六點多時 輪到 十點 時間比現在更長 三個多小時的時間 然後 有前面 小秀跟 民作水 共同隊 所以 他們在推談 關於 香港跟 台灣 不同的 發展跟 潛在 這個 也歡迎大家 工作人員 一起過去 也非常 場地絕對 龍得下 不會像現在這裡 這麼小 但是我們這裡 是溫馨的 雖然我們 我是小了一點 很厲害 然後我們就 非常謝謝大家 今天 你要帶原來些雜誌 所以 帶出雜誌 雜誌房那邊 到門口前面 如果有興趣 就 找一下 然後 明天 大家晚上 如果 大家 不想 不聽 陳雲老師 也可以 直接 星期五 明天會談談 關於 開發的問題 然後 會說 有網保圈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 那個 航空城 離開發的問題 那實際上是 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 也非常 有興趣 上 我們 那時候 我們 連動員 身邊 就可以聚集 發生的事情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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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